持久之妄念 生命天使 愿命持久 不断出妄念 接下来请收看 快的修行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尊贵的导师 梭巴仁波切 是耶席喇嘛的新传弟子 两位喇嘛在1964年相遇 1971年 在尼泊尔建立科盘寺 且一直为了把佛法 介绍到西方的心愿而努力 1984年 耶席喇嘛原籍了 梭巴仁波切 一间独挑起领导物联会的重任 以不忍圣教衰 不忍众生苦的悲怨 使至圆满上师 耶席喇嘛的遗愿 要在印度建造一尊尼勒大佛 促使大乘教法常驻于世 任波切所有的时间 都用于修行或教导众生 中年马不停体力 走访全球各地 推动种种弘法一生的事业 即使在视线变相的时候 任波切仍然不愿放缓脚步 任波切常说 如果我活着的时候 不能对众生有丝毫的利益 那我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 对于那些想要帮忙受难者的人 我的建议是 受大乘八观灾计 尽量多念诵观音咒 精进地向观音齐情 祈求人人内心生起慈爱心 尤其是那些造势者 你们也可以祈求 他们的心能够转变 止息伤害其他友情的念头 并且祈求此地和世界其他各地 都享有和平安乐 尽可能有更多的安乐 你可以观想 由观音放射出甘露光 射入那些亡者和伤者 甘露光也射入全世界每一个人 净除所有的痛苦 疾病和伤害的恶念 以及包括战争在内的一切苦难 战争只是轮回的苦海之一 一面禅修菩提心 一面这么观想 无疑地 这非常重要 任何人在任何时候 做这些修持都是好的 纵使没有战争 癌症等等 死亡还是会来临 而且可能出乎意料的到来 有一种战争 是在我们自己的心中 有一种伴随诸大元素的灾难 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此外 当然还有业 烦恼和业是死亡的噪音 只要烦恼和业还在 我们就不可能克服死亡 将永远必须经历生死轮回 因为从来没有人藏身不死 当然没有佛法 便不可能克服生死 佛法意味灭除烦恼和业 这也意味 你自己要正确地修行佛法 这样你就渴望永远解脱生死 承伴永恒的安乐 要彻底避免战争 永远不再经历 必须回归到佛法 了悟空性 发展智慧 借以斩除无明 轮回的根 这种无明是苦海中其他所有一切烦恼的罪魁祸首 除了这些羞耻之外 还可以连日修一些法来防范地震、水灾 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障碍 包括战争 这些方法必定有效 但是必须长期离修 而且修法者必须是清净的修行人 具有修行的正量 过着清净的生活 这样就有更足够的分量平息这种障碍 当然一旦业已经成熟 要予以制止 就难上加难 还没有成熟的业 比较有机会去扭转 此时此刻 我们最好精进地修皈依 并且禁除伤害其他友情的恶业 祈愿人们 只惜伤害其他友情的念头 也祈愿他们尽可能享有更多的安乐 烦恼和业是死亡的噪音 没有佛法便不可能克服生死 我有一些关于业的问题 希望您能帮我解惑 尤其是世界上发生的一切杀戮 令我非常不安 我正在设法了解其中业力的牵连 当有一大堆人支持杀戮 譬如死刑和战争 谁会承受夜报呢 难道只是直接负责杀戮的人得到报应吗 或者是每个参与其事的人都有份 如果人人都有份 夜会不会婴儿淡化 换句话说 供业是否意味个人分道的那一份 会少于独立所造的业 众人所造的供业更强势 例如如果一百个人都刻意要杀一只羊 且把那只羊杀了 其中每个人都具有杀那只羊的恶业 这意味如果政府决定打仗 且该国人民都支持这个决定 不管多少人死于战争 该国的每一个人都造下这么多杀业 如果一个人被杀死 人人都造下杀一个人的杀业 如果一千个人被杀死 人人都造下杀一千个人的杀业 不过如果一个人杀了一只羊 其他人并没有支持它 那么就只有那个人造下杀一只羊的恶业 相较之下 相较之下就可以看得出来哪一种业比较强势 同样的 不管是一百个人或一个人造它 其中每一个人所造的功德都一样 所以有许多人共同造它 功德更大 相同的 一个僧人在寺院或房间送经一次 没有其他人参与 比起和所有的僧企 一起送一部经 和所有的僧众一起送经所造的工业 力量更大得多了 这也适用在修法 例如 单独在自己的房间或寺院内修上师会供 或是和团体一起修法 则和团体一起修法更有力量 越多人一起共修 力量越大 不管是为了承办一个计划 或成就正量 业力越强势 果报便来得越快 越多人支持一个活动 业果就越大 业力越强 果报来得越快 随喜恶行是极重的恶业 我想提醒各位的是 要确保自己 不要随喜战争或残杀的行为 那是非常沉重的恶业 当我们听到塔利班 或不管是谁的名字 当然如果你不喜欢他们 或憎恨他们 而后你听到他们被杀害或毁灭时 接着你会自然而然地 随喜或觉得爽快 当你一随喜 例如你听到一千个人被杀或被伤害 你觉得快慰 你就得到等同杀一千个人的沉重恶业 你坐在禅修坐垫上 听到这类的消息 然后仅仅随喜或觉得高兴 就是和杀了一千个人一样沉重的恶业 即使你并不在战场 你并没有真的轰炸或射杀他们 你什么也没做 但是你和那个真的杀了一千个人的人 获得一样沉重的恶业 正如帕奔克大师在掌中解脱中所采释的 我想我得提及 当你听到新闻 然后立刻觉得高兴随喜时 会有极大的危险 如果你不喜欢或憎恨他们时 这就发生了 如果你不憎恨他们 我不认为会发生这种随喜 如果你对他们怀有憎恨或怒气 那么随喜就发生了 因而带来严重的后果 那些在日常生活中意念菩提道次第的人 意念并且实修掌中解脱 即菩提道次第中关于业果教授的人 就不需要被告知 但是其他人或许听闻过道次第 却没有在日常生活中意识 宣布这一点或提醒这些学生 或许有助益 我的姐姐已经被诊断出是癌症末期 回天法术了 医生告诉我们 姐姐已经瀕临死亡 我们顾虑到她的心境 所以不愿意告诉她即将死亡 我们希望她能够平静地 度过最后这段日子 做最好的运用 但是隐瞒她是对的吗 有些家人和我自己 都觉得应该告诉她 她即将死亡 不跟她透露这个重要 切身的消息 并不合一 让她知道 自己来日不多 应当有助于让她 把剩余的日子 做最好的运用 这一点对她来说 非常重要 主要是她必须修悲心 这一点横时要谨记在心 她应当一再思维 我将为利益所有的友情而死 我已经完成的 以及正在做的修行 服务 都是为了饶意友情 我已经为她修法 一切都是为了替她进账 让她往生散去 她无需担心 这是我要告诉她的 如果我知道自己即将死亡 我应当修什么法呢 一 一般来说 应当修菩提心 这最安全可靠 二 不过定力好的人 可以禅修空性 如果两物空性 所见的都是幻象 即一切显现为真实 以及非仅仅由心明眼 讲壁的 都是虚妄的 那会有帮助 怎么说呢 不管你是否把某事 视为自信空 一旦视其为虚妄的 也理解她是虚妄的 就知道 没有理由直取 或对她生气 禅修空性 内心就不会起烦恼 或造恶业 也就不会怀着 称心或贪心而死 不过为了免于堕入恶趣 或为了永不再投胎转世 究竟来说 必须斩断轮回的根 视某事为虚妄之物 有助于让人领悟 没有什么好执着或生气的 我写这封信是要告诉您 一些既伤心又紧急的事 我们最近得知 母亲的肺癌 已经到了末期 来日不多了 或许是因为内人 和我已经学佛20年 所以母亲晚年 也培养出对佛法的兴趣 他从来没有正式修行 但是他要求我写信 请示您 往生前 他可以做些什么 我们会很感激您的任何指示 1.放一张肚母的相片 以便让他可以看着肚母而死去 2.在他死之前 不断地播放持咒的戏笛 3.请人为他念诵心经或奇请文 以便在他死之前 可以听到这些课诵 我的父亲 几天前的早上突然去世 家人无法好好的看待这件事 他们似乎都怪罪上帝 弃他把父亲带走 他们的愤怒令我迷惘 请问我应当如何看待父亲的猝死 是你父亲的业导致他死亡 那不是上帝的错 生命并不是永恒的 佛说过 生命的本质是无常的 那是我们经验的事实 所以也不是佛的错 最重要的是 你父亲并没有死得很痛苦 突然发生死亡是好事 我们应当祈愿他下辈子 投身善出 往生得以成佛的净土 或获得狭满人圣 执欲聚革的上师 如法地实修大乘教法 而得以当身成佛 思维我们全都和父亲一样 走在同样的旅途上 这是生命的真相 务必每天体会并记住这一点 这样做的益处是 为死亡及来世的安乐做准备 比这更重要的是 解脱轮回 也就是所谓的涅槃 而最重要的是 成佛已饶益一切友情 唯一的途径 是透过修行佛法 内心情境 而且行为情境 思维 我可以从事许多善行 并把功德回向给父亲 这样一来 你还是能够帮助他 所以请开心吧 思维生命不是永恒的 要再为自己的死亡做准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温暖的阳光 照射在绿意盎然的土地上 滋养着万物蓬勃生长 坐落于台南市归人区 隶属于海涛法师慈悲制野 中华护生协会的八戒护生园区 从高空俯瞰其四周的环境 映入眼帘尽是绿油油的田地 以及枝叶繁茂的林木群 八戒护生园 即位于青山绿水之间的广踏平原 风景秀丽 五色风马旗随风飘扬 让依靠在竹林旁的八戒护生园区 更显其生机勃勃 占地1400多坪的园区中 收养了包括104只的狗 以及171头猪 简单地将园区分隔为两个区域 从门口望去 右边是猪之门的活动空间 左边则是狗儿们的生活田地 两者虽数不同步骤 却能安逸地生活在一起 如一座安乐的大家园 稍稍接近围栏 狗儿便奋力摇尾 伴随着死起比罗的叫声 热情的招呼从未减断 展现出活泼的甜性 有些狗儿或许是因为未曾蒙面 显得有些退却 羞涩体蜷缩在角落 然而更多的是眼睛透露出渴望关爱的眼神 使人发起怜悯之心 在园区工作人员们细心的照顾及呵护之下 多数收养的狗儿渐渐恢复丰硫的体毛 以及健康的躯体 并恢复与人亲近 当伸手轻轻抚摸它们 便能得到狗狗们热情的甜手回应 而在另一边 猪圈通风的设计 为猪肢们挡住酷热的阳光 驱走不少熟气 猪肢发出的声响也不分旋置 有的悠闲地躺卧在角落休息或睡觉 享受着午后的微风 有的则好奇地张大眼睛望向来外 看见来人便摇着尾巴 并举起短短的鼻子 似乎与人亲近地打招呼 令人深深感受到 不论是猪狗虽然属于动物 却也能流露出与人浓厚的情感交流 及灵性之会节 为了提供八戒护身园区 动物们安稳的生活环境 除了感谢海淘法师慈悲的大爱外 也要感谢工作人员们 秉持着佛陀的教法 用爱心来灌溉这片大家园 为了让此殊胜的慈悲善行 生生不息 以及所有动物们皆能与此安享晚年 并且永续经营八戒护身园 这片动物们的清净乐土 中华护身协会广邀您 一同加入护持的行列 让无数刀口余生 及遭受遗弃伤害的动物们 皆能在八戒护身园区里获得重生 实践佛陀爱护一切生命的慈悲本怀 更成就救护生命的伟大功德 护持画博帐号 42138483 42138483 护名中华护身协会 新逢释迦摩尼佛佛弗诞日 善行与恶行 呈一千万兆备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举办 恭送玉佛功德经 金刚经 即佛遣大贡 恭请广护法师领众 日期5月19日 星期三 上午9点 恭送玉佛功德经 即佛遣大贡 下午2点 恭送金刚经 地点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 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 敬请与会菩萨 做好防护措施 并保持社交距离 生命文化基金会 自成立以来 秉持着广传佛陀三称法的精神 致力于佛法的推广与传播 不断地制作多元的佛法节目 透过MOD 及网路影像平台传递 佛陀的教法 散播如来卑制的法音 以滋养社会大众的心灵与决性 并增进各语系佛教之间的互动及学习 愿是正法常驻人间 佛所行战中说 佛说一切施 法施为罪胜 人施行才施 行法施者难 敬请各界大德发心护持 电视弘法基金 一同成就广传佛陀三称法的慈悲大院 以让更多人能够得闻佛法 一起走向菩提之路 感恩您的共襄圣举 您的发心护持必定公布堂捐 聚沙城塔 福汇圆满 护名财团法人生命传播文化 置业基金会 台湾邮政划播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银行网络转账 银行贷号 005土地银行 转账账号 001-002-197-388 001-002-197-388 转账后请将个人账号后五码 收据开立姓名 联络电话 地址传真至总管理处 03-989-8787 或email nivetv.net at msa.hinet.net 服务电话 03-989-9319 03-989-9319 长期如数者 该如何使营养均衡 一 正是植物性蛋白质的补充 黄豆制品是品质较优良 且较经济的植物性蛋白质的来源 可多选用 二 多吃蔬菜水果 补充维生素 矿物质 以及维他命C 柑橘类的水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 可帮助铁的吸收 三 坚果类食品以及零食不该食用过量 以防热量过高级肥胖症 四 饮食需广泛摄取各类食品 以维持均衡 五 注意维生素B12及低的摄取 多外出晒太阳 并且多多食用不含草原酸的深绿色蔬菜 例如包心菜 白花菜 以提高钙的摄取量 六 增加豆类 和果类及干果类的摄取 在饮食中 可加入强化过的豆奶 或活化酵母 小小小小